《我军经典战力》 于1938年3月16日 在山西省路城县至射县之间 一次伏击战 揭秘了清华日军第16师团 第108师团 第14师团和一部 共1500日 即烧毁汽车百余辆 沉重地打击了入侵进东南地区 日军的嚣张气 这场战斗让日军80年都不能释怀 并写信教科书 为打好这一仗 部队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和各项作战准备 根据当时侦查的情况判断 和第一处受习他处必然的规律 我第129师决定 首先以西打原敌的战法 在神头村地区伏击兼敌 3月16日4时 神头领伏击战正式打响 769团一营突入离城城内 与敌展开击战 在各之路程 射线之敌军已出 原之后 即主动撤至离城西北桥家庄地区 离城之敌尾追攻击 战至九十旭 被我击退 返回离城 当神头领围肩战激烈进行之时 离城之敌 一步 曾向神头领方向增援 但被着张和锁割 并遭我特务连阻击 该敌碎的炮火掩护下 抢修照电桥 当神头领伏肩战基本结束时 我特务连奉命撤回 该敌将桥修复后 已退回离城 黄昏后 我军又将该桥焚毁 十三时 鹿城留守之敌 光芒增援 被我第七百七十二团 第七连监灭 于神头村以南 十四时 敌又出动百余人来源 大步被我军监灭 其余窜回鹿城 至十六时 神头领伏地战胜利结束时 毕伤伏敌一千五百余者 毕伤和伏获罗马六百余匹 脚后各种枪支三百余剑 击毁敌气车百余量 我伤亡二百四十余人 这就是有名的神头领伏击站 是一百二十九师西大敌援 攻其壁九 歼灭其援军的最好战力之一 日军把这一仗称为 把陆军的典型的游击站 并写信教科师 让后代学习 返回搜捕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